欢迎回来全日总结的时间家 坐下来的嘉宾 就是要财政券的高级分析员陈伟聪、Jason Jason 你好 你好 Jason 看看大市表面 恒指跌75点,去到22,874点 其次方面跌107点,暂时低水40点 国企指数方面跌36点,去到12,714点 见到港股收市时间,都企稳到22,888点流上的水平 成交暂时是655亿 其实后市来说,成交是不是都逐渐薄弱之下 后市的动力又大不大呢 暂时来说,都仍是反复为主 你要问方向的话,其实就非常难去揣测 因为见到,之前市场跌下来的时候,跌得比较急 成交跌也比较大 但见到,今天跌至22,800点左右 亦都有一个挺不错的支持 再加上,其实都经常说的 近期来说,整个恒指的走势 都仍是处于一个叫大型上落市的格局 那如果你说,看回最近这三四个月的表现来说 其实大家都见到,都是处于一个叫收窄三角形的区间 运行着的 那见到,日线图上面,如果画两条的直线 一条下降轨,一条上升轨拉 也见到,近期的股价都处于三角形的尾端的部分 那我相信,未来应该还是有机会 大概22,800至23,400这些位置 先拉着这些平均线 由于本身都已经是握住的关系 可以参考的价值就越来越小 那如果你说,看回一些外围的因素方面 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见到上个星期,美国出来的那些劳工的数据 又或者制造业的数据都不是说这么理想 都反映了,究竟现在美国的经济 能不能够持续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复苏呢? 那也都有些市场的揣测 就说,如果去到6月底QE2完结了之后 不再推出新一轮的QE 究竟经济能不能够靠自己的一个复原去到 有一个比较大的复苏呢?那我相信这个都成为市场的焦点来的 那另外国内方面,究竟下次会是什么时候加息 会成为市场的焦点呢? 还有,下个星期出来的通胀 大家都会催到去,即有机会突破之前的高位 去到5.5%的时候呢? 那其实我相信,都有机会令到国内的A股呢 可能做得比较差一点点的 那所以这方面的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相信国内A股呢 暂时都可能在大概2700点 至到2800点这些位置就是拉脚着先 整体向上突破的动力,暂时都是欠奉的 恒指亦都是,暂时那些位置就是看它反弹的话 初步反弹的阻力,都是先看大概23000点左右的 是的,麻烦了 看看内地股市收市的表现了 见到上证創入指数,收市是升16点 收报2744点 护芯300指数就升17点 收报304点 深淨城市方面升98点 收报11741点 三大指数升幅是介乎0.6% 至到0.85% 其实见到指数来说 刚才也说到 内地来的情况,大家都在等通胀数据出台 短五节期间,内地就没有加息 其实会不会见到 会不会等到通胀数据公布了之后 可能比市场预期的通胀数字更升更多时 才会再加息呢 这个都要观望一下 因为始终现在国内方面 除了你说要看通胀数字之外 其实经济数据都非常之紧要 特别就是说经过之前的几个月 不断地收紧银根之后 都令到很多的行业 都面临着一定的融资压力 特别就是说中小企来说 说现在很多的企业都说 真是借不到钱 又或者借到钱也好 整体的借贷利率都去到 接近年利率可能是十厘以上 当然你说国内的经济 是因为受到之前的宏调 而影响到 有机会出现硬着陆的风险的时候 我相信中央在处理加息这个问题上面 都可能会比较审慎一点 就算你说他真的要调整过剩的流动性 但是他采取的方法 都未必会用到加息这一招 有机会可能继续调高 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又或者可能借着一些比较长延期的央票 来收紧流动性 我相信你说加息的机会 暂时来说未必会太大 但是一日未加息的话 市场上仍然都会忧虑 接近加息的可能性 这个对于A股来说 亦都不是一件好事 好啊 谢谢 另外看恒指的收市表现 就收定了 看到恒指收市跌80点 收报22,868点 成交额主板来说有655亿 国企指数方面 收市跌了29点 收报12,721点 同大家看看蓝筹股收市的情况 看到汇控收市跌了1毫半 疏报80个2毫半 众移动方面升1毫 收报70个2 中行升1毫 报4.05 公行方面跌1,9 收报6.05元 建行升2,9仙 收报7.08元 另外港交所方面升5毫 收报170.3 新地跌1毫 去到116.7 长实跌了4毫 去到116.4 中银 香港方面跌了2毫 收报23.3毫 国寿升1毫 去到26.5 中海油方面跌4先去到18.74 中石化方面跌5先去到7.62 中旅方面升3先去到6.5 腾讯跌了4元 去到217元 我们看看重磅股汇控 今天来说 收市的时间可以收复80元的位置 收报80.25 今天最低见过79.25 今天有大行 暢淡汇控的表现 短期来说 看得比较淡 汇控会否持续沉低位 亦会继续被质低 汇控的确是比较差 无论是在技术走势上 或者短期的基本因素方面 都仍有利淡因素困扰着 本身在欧洲业务 一定会转弱 如果他本身持续一些 欧诸国的债券方面 其实未来都可能会面对一个 撥避的情况 又或者在欧洲方面的业务 未来都仍有机会络得放缓 至于在亚太区方面的业务 其实大家都要留意 因为其实都有 不小的比重 都是在新兴市场方面 但是说到现在 无论是国内 或者印度方面 其实整体来说 通胀水平都仍是非常之高 如果你说这些国家 都仍要大据加息 去到抗通胀的话 对于企业贷款的需求来说 仍是有机会放缓的 所以这方面 亦都会影响汇控的表现 所以暂时来说 汇控这只大笔杖 我就不建议大家 这么快买 我觉得它的股价 仍是有机会 有反弹也好 但应该仍会受制于 81元左右的位置 如果你说 升不穿这条下降轨的话 再跌的幅度 就有机会试回 之前78元的价位 所以你说真的要买都好 不妨让股价落78元附近 才再买 好,谢谢大家 另外,看看今天跌幅比较大的股份 就是中联重科的 这只重型机械股 见到收市来说 收报16.82元 跌了3.55% 今天最低见过16.68元 其实近期重型机械股 估价都比较沉重 上个星期来说 中联重科已经累计 跌了超过8% 那么多 其实来说 短期来说 是否都是看探会落招股价 见到今天 中联重科的沽空比重 都占成间 接近五成左右 都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如果当沽空的金额 或者比例 都仍是那么大 短期来说 股价走势 自然可能 都仍是有机会 下市 看回基本因素 之前都说了很多 始终现在国内方面的基建项目 有机会 放缓 又或者地方政府 在缺钱的情况下 都未必能够 完成得到 之前所定订的 一些基建工程的目标 当这些工程 即是上马 的速度是放缓 对于这些重型机械股 自然都会有负面的影响 所以暂时来说 我觉得 都不是那么适宜 这些位置 就那么快去捞底 至于你说 之前高位持住了的话 趁有机会反弹 回到17.5% 那些位置 我都建议先行减持 谢谢Jason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哪种持有 没有持有的 谢谢 今天这节目时间 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又或者稍后的时间 我们将会有个研讨会 和大家一起看一下 详细的内容 就见到地点 就会在越来酒店的五楼宴会厅 在荃湾的熊猫酒店 日期方面 就在6月18号 就是星期六 就会时间 在下午2点钟 至到4点半 就下午1点半开始 就会开始 登记入场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详细的资料的话 可以打电话去 热线电话 就是25371371 25371371 今次名额是有限的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 记住重速报名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明天同样时间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